我们在这个世界上 再亲近的人 再喜欢的人 终归要别离啊 啊 生死别离啊 没法子 啊 我有一个 同乡 49年 我们同一条船到台湾 啊 三个好朋友 啊 同乡 关系跟亲兄弟还要亲 亲兄弟不常在一起 我们常在一起 啊 上一个信息 传一个信息给我 他就夫人走了 啊 还算不错 年夫走的 不能 不别离啊 他大我一岁 就不说今年八十八岁 啊 太太走了 啊 太太小才两三岁 我们三个人 他是 年岁最大的 八十八 我八十七 还有一个学学名 八十六 那么怎样才能真正在一起呢 大家真正学佛 真正往生 将来到极乐世界 那就永远在一起了 除这一个方法 没有第二个办法 除这一个方法之外 没有第二个办法 啊 永远不别离了 永远在一起 啊 老十年佛 求生 净土 就做到了 啊 这样的年龄 应该 什么都放下 啊 不要再想过去 也不要想未来 啊 一心念佛 求生见土 啊 专想 阿弥陀佛 专念 阿弥陀佛 那 不明了 还不清楚 听经 啊 也不要去读经 啊 听讲经 就可以了 啊 听听听 会明白 啊 佛菩萨加持 你